阿罗哈 那我们先到夏威夷啦 其实这次来夏威夷也是一个很临时的决定 本身都没有想到要来的 最近在换工作嘛 打算临时给自己放个假 本来之前也有想过去墨西哥 因为种种原因吧 最后还是很仓促的做了一个来夏威夷的决定 当时酒店啊车啊什么都没定 就直接上了飞机 想着到那里再订吧 屈服的要命 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不用猜标题解证 我们这次来夏威夷是个意外 没有想着要过来的 但是我怎么敢 我讲话声音有点变了 但其实后来到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样子旅游是会出现非常多的状况的 就拿租车这一项来说 在网上订网络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只能打电话给客服 匆匆忙忙赶到那边发现排巨场的队 所以有时候在网上听别人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们觉得真的是像看到的那样吗 听夏威夷这个地方就不会想到是在美国境内 但美国还不是街上 这里的建筑让我真的有一点恍惚 不太知道我自己现在在哪里 美国的路牌感觉也像美国的路 但是路边的建筑就很不像美国 日本的建筑 东南亚的天气真的不太知道我自己在哪里 整个人有点反应不过来 而且他们这里的路名都很奇怪 比如说我们经过这个叫likelikehighway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取的 或者是不是likelike这么说的 你们觉得这边的椰树跟加州椰树不太一样 它比较大片大片一点 这个这椰树的发型都很有意思 不行 我真的觉得这里亚洲气息太浓了 先不说那么多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市区 叫Wakiki Kakiolani的这条路上面 离我们酒店还是比较近的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吃东西 因为我们特别的饿 但是我们之前是没有做攻略的 所以我好怕彩雷啊 我一般都会在google上面搜 别人的旅游blog google或者yelp的review是可以买的 所以真实性是打折扣的 但我们找到这家叫大河的地方还是不错的 它好像是4.9的评分 它这里的汤底确实是非常好 粉冲的还是汤厚的 汤厚的 这个汤厚 不是粉冲的 是一个 这个不错 Oh my god 我要你吃那个 我可以给你换吗 但是这里比较难找 它在一个mall的市场里面 进到市场走到最里面 才能看到那家餐店 哇 这家我们刚进去的店没有在这边吃 这个人排的这么长了 Oh my god 那边还有 被那台吃过挡住了 天啊 我现在感觉有点后悔 没有去尝一下这个乌冬面 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 说回那个google review的事情 打个比方 一家餐厅的所有review 有多少是它买的呢 如果你去外面吃饭的话 它很好吃 你会给一个review吗 如果是我的话 很有可能不会哦 但是如果它不好吃 服务不好 或者是地方不干净 我反而会上去给一个bad review 这有个好大的prezzo Oh my god 这会掉的 是真的我 说了这么多 刚刚的那份拉面就没有踩雷 它的汤底非常浓郁非常香 吃饱了肚子 也到晚上了 过了一个马路 到这一个小巷子逛一逛 地方叫The Duke's Marketplace 比较local 逛一下 当三个部拉 Kenkun他们那些人都会过来 跟我们OLAOLA打招呼嘛 打完招呼让我们进他的店去买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这样子的 它就没有人在那招呼 你爱看不看 你买不买它也无所谓 对 它无所谓的感觉 其实我去它那边看 它也不过来站在我旁边 然后说喜欢什么呀 看一看 你有发现这个特点 有 这给狗狗穿的你看 对啊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住的这一家酒店还不错 像外面有点点吵 它直接对的就是这个海 挺美的 早上一起来看到这个海水 这直接是太平洋的海水 然后周围 就是这些high ride 高楼 然后后边就是山 我们都打算想租个车 去周围看一看 逛一逛 找一下觅食一下 找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一早起来 我们第一件事情必须要先去觅食 出来玩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这次没有做任何攻略 早上起来随便做了一下research 想去找附近的一家日本的bakery 去买一点早餐 还有咖啡 想的是骑单车过去 explore一下 沿着这个人行道 两边可以看到很多公寓式的楼房 你知道吗 这边的房子都很贵 你们猜猜 Honeylulu这个地方 在全美的房价是第几 没错 就是第二 仅次于纽约 这个很crazy 我没有想到原来这里的房子有这么贵 然后这里最大的产业就是旅游业 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压力 所以这边的人都没有那么nice 这边是车路线 那边是车路线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哇 刚刚把车还了 我觉得这里骑车实在是不太平衡 有路边的车好多呀 然后尾气还很多 主要是我骑车的技术太差了 因为它的街道很窄嘛 前面有很多人 我老是控制不住 吵死了 现在去吃一个早餐 哇 很幸运 给我找到了一家bakery 有长载包啊 泡芙啊 必须来冲击一下 对 趁着这个早餐时间 我们就一起来plan一下 今天接下来的行程吧 我到一个地方旅游 总是喜欢做他们的公共交通工具 就这样晃来晃去的 看看街景也挺过瘾 我们打算坐公车回到酒店 然后从那里借沙滩凳和太阳伞 沙滩库穿好了 Let's go 过个马路到对面的Wakiki Beach 它这里的沙子很细 如果是再往左右 在走大概100米就已经没有这么稀的沙子了 水里面石头很多 会硌到脚 加上它离所有的酒店最近 导致这里的人很多 这里的浪确实还挺大的 就像我们去年去墨西哥度假的时候 就有私人海滩只服务于这个酒店的客人 后来再往上查一下 原来夏威夷所有的海滩都必须是公共的 我是被他拉下去的 搞了一身尸 是我情愿要去的 它这个海能量还是很大的 而且你身体有伤口会疼疼的 伤口伤撒人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弄完以后感觉皮肤就会好一些 它很多矿物质 mineral对吧 传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神 他的名字叫佩雷 给夏威夷下了一条诅咒 所有人来到这个岛上 不能带走夏威夷的一寸意图 很多人因为崇尚科学 不信这个鞋就以身释法 但是回去之后 连连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糟心事 类似于车祸摔断腿 工作不顺等等 然后纷纷都将拿走的石头寄回夏威夷 才得以解脱 它怎么就是像一个假山椅 感觉它有灵气 是 对有点灵气的感觉 很有性格 它每根树都有自己的那种性格 我还听说这里的土地非常的肥沃 所有这里的植物 有充足的阳光和雨水 所以都可以长得很丰富 哇 你们看一下我面前的这棵树 好大呀 不知道它是多少年的 走近看一下 那是苍天大树 就是这种感觉 你站在下面都感觉被它保护 被它笼罩 小哥哥 你在干什么呀 你在晒太阳 这些植物怎么都油亮油亮的 它们是遇太阳河热嘛 然后这里居然还有一个夏威夷大学 嗯 这简直就是在Paradise里读书了 这是鸡来的 我妈看这野鸡太酷了吧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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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幕降临了 是时候开始我们的觅食工作了 累吗 今天最晚还累不累 好像早吃了一次 对啊 我觉得早吃了还有时差 挺辛苦 我们吃完了吃到好饱 最晚还以后回来好饿 现在又吃饱了 真的好困了 我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 想回家睡觉 先不说了 明天再见 Good morning 昨天真的是不行 一到了晚上这边的九点钟八九点 就特别特别的困 昨天晚上睡得不错 今天又可以出去逛逛逛了 我们现在早上快九点钟了 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小裙裙 今天打算去另外一片beach 看一看 我怎么敢说beach是很怕人 我们今天打算去另外一片beach 看一下 好像没有这么多人 因为我们住的这边是人比较多的 游客也很多 好吧 那我们现在出发 昨天晚上回去跟今天早上起来 我们都花了点时间 做了一下攻略 不做攻略的话还是不行 苍蝇一样到处乱飞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 攻略上面找到了 现在来的这个地方 巨nice的地方 比我们住酒店那边要nice超级多 人也不多 好优秀的整整齐齐的 这个地方真好 早知道我们就住这边了 现在有点点后悔 他们这边一共有四个半圆形的海湾 每一个就叫lagoon lagoon旁边有很多很知名的酒店 他们可以在沙滩旁边骑酒店 但这些海滩还是一定是公共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蹭蹭热度 哇哦好舒服啊 我觉得这里这些水平 我们那边要清什么味 像它这些海湾全部都是人造的 他们把石头都堆在这个边边 这边的海水非常的平静 它海浪不会影响到这边的水 所以这边是游泳 chill最适合的地方 我今天有点点傻 今天准备没有做冲粉 我就没有带泳衣 所以说我就没有下去 只能玩一下浅浅的踩下水 我觉得我们真的下一次要订这边 太阳出来了 你又没有觉得天后面的更懒 现在更漂亮 我们今天一定要去试一下 吃乌冬拉面的店 现在要走过去 我们刚刚开车经过那家店 门口现在现在两点钟 还排这么多的位置 那么多人在门口 我们想说一探究竟是个什么味道 这么多人 对没错就是这家店 名字叫丸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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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天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来了一下 但是肤浅的认为 我们不喜欢吃乌冬面 到的点两点多 没有什么人 看了一下原来是吃乌冬的 就掉头就走了 去了对面一家 你们还记得那家天河吧 大河 对 叫Tiger 吃完一出来 发现 哇靠 排了这么多人 这真的是什么店这么有魅力 一定要来尝一下 他这里的菜单并不大 大概六七种面吧 只有两款是有肉的 淡淡面和咖喱面 你看他装面的碗 直接扔到面汤里面去 先预热 然后再来装面 他们所有的汤底都已经是熬好的 新鲜的乌冬面 配上一勺你选择的汤底 加上一些topping 这就是一碗面 看上去非常有食欲 这条走廊一直走下去 眼前就是琳琅满目的天妇罗 各种各样的 Oh my god 这也太爽了吧 想留点肚子给晚饭 稍微手下留情了一点 试一下这个排队才清楚了 好吃吗 好吃 看我这个也不错 这个crab真的很爽 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蟹肉真的是很厚很爽 就一口咬下去实打实的 特别的过瘾 肚子实在是太饿了 所以没有心情路太多 就这样吧 我们等不及要先吃饭了 哦对了最后的压轴系 这个饭团 上面是一块spam包着饭 然后还有一些汁在中间 也是特别的爽 这家乌冬还是可以的好吃 又吃的好饱 它里面全是碳水 嘴的我现在已经有点走动路了 吃饱喝足 我们又来了一趟附近的海滩 要把这些中午的东西全部都消耗掉 我们还有重头戏在晚上 餐鸟餐厅 我们期待了这家店很久了 它这个餐厅有三个section 铁板烧正常的日本料理 还有一个就是Omakase 本来想来这里吃他们的Omakase的 但是那天被排满 铁板烧的话我也不是特别想吃 我们就选择了吃他们正常的日料 这一盘寿司 今天大厨给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得吃什么不可以选了 他们的味道都是从瘦到肥都有 而且非常新鲜 口感也是有的爽脆有的顺滑 先尝一个海胆给你们看一下 好吃吗 不一样吧 然后你们看这个虾 它的肉是生的 用酱油腌过 特别晶莹剔透 特别爽口 特别鲜美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Niguri 它们的吞拿也有两种 一个是肥的一个是瘦的 口感各有不同 还是挺神奇的 我吃的这一块估计过了热水泡了酱油 口感相对来说会比较绵密一些 它们每一个Niguri鱼片的底下 都有一点点的芥末 来中和一下它们的各种鱼类的腥味 好吃吗 我们还被怂恿了 点了两坨和牛寿司 看一下它在我们面前的表演 但是我在想 它这个跟煎牛排的理念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其实上面没有全部seared到 只是说有那么一丁点胶而已 都是生的 所以我不太知道 它这种稍微这样烧一下的目的在哪 但是大厨肯定明白 他们自己选择这么做的用意 我们就吃享受就完了 所以就Vegu的味道 因为我们太熟悉了 我们是个巨路 我觉得雨好好 哦 哦耶 yeah so good right yes that a lot of that 总体来说不吹不黑 这家店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的 如果是有budget有行程的话 是绝对可以来这里的 但是来之前必须得明白一点 这样的餐厅性价比会偏低的 其实没有吃到很多东西 可能就是每一口它都已经做到极致 Hello good morning 今天早上起来这边还是挺阴凉的 没有什么太阳 今天是我们在Hawaii的最后一天了 现在准备去机场 就我们这次玩的都比较rush 没有做好攻略 直接飞过来了 所以说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一点 没有玩到很多东西 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太多游客了 哪里都很挤 我印象最不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停车 是个很大的问题 有时候找车位都要找很久 反正对我们来说 嗯下次绝对不会再住这么 这么多游客的地方 好吧 我们感觉多多少少也还是relax的一点吧 那我们就先这样啦 再看看最后 Waikiki Beach OK到这个影片最后 我想给你们三个honorable mention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剪到这条片子里面的地方合适 第一就是这个火头山 吃拉面的地方非常非常好吃 它这里有一个叫蘸面的东西 我们也是冲着这个来的 它有叉烧稍肥一点 但是我们点的都是这种瘦一点的 肉非常的入味 然后面条也非常的筋道 非常推荐 还有就是有一天晚上 我们出来吃了一趟烧烤 没有上一家的火头山这么好吃 但他们有个特色 就是他们有烤鹿肉 非常有特色 所以我也不后悔来尝试了一下 最后一个呢 这次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因为我们来没有explore一下他们的自然风光 其实我是有点想hack 但是我们并没有带对鞋子 这个计划并没有能够实现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瀑布的trialhead 可能会有点麻烦 最后还是决定不去了 好了我们也很期待回家了 回家可以好好休息两天 OK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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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